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他做了很多的骚操作 就是他把很多英雄的一些主流的天赋 就比如说像那种防御型的天赋 像什么加生命的 加护甲的 加回血的这种天赋 还有一些加攻击距离的 加CD的这种类似的天赋 全都移除了 真的就是感觉就全都移除了 然后使得刮杀这个概念可能会变得弱一点 因为在前几个版本 大家一直都说刮杀刮杀 就感觉肉和英雄很肉 很多英雄打不出输出来 导致能上一场大哥就那么几个 然后现在这个版本是把很多肉和的天赋全都移除了 然后使得过去很肉的英雄现在不再那么肉了 但是他又做了一个非常骚的骚操作 真的是把我看乐了 就是他在移除这些肉和天赋的同时 又把很多技能同时也削弱了 就是移除了肉和天赋 移除了什么减CD的加攻击距离的这些天赋 把原来的大部分的技能都削弱了一遍 然后又在天赋里面 强行的加入了增强这些被削弱技能的天赋 就比如说过去一个技能是什么25%的减速 然后他现在削成18%了 又在天赋里面给你再加个什么增加9%的 这个技能的减速效果的一个天赋 我跟你说这个操作真绝了 真绝了 真扫啊 他都能想得出来 等于说是你在失去了一个肉装天赋的同时 然后被迫的点了一点技能增强天赋 使得这个技能的效果和上个版本是完全一样的 或者说稍微增强了那么一丢丢 就有一种点了天赋 但没有完全点的感觉 这个操作真绝了 导致这个 导致这个整个版本看下来都是这种感觉 但是步伐有一些重做 或者是一些增强的英雄 还是挺有挺厉害的 可能会作为未来的一个主流的一个人选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咱们来看这个游戏性更新 然后在这个更新过程中 怎能算还是分成两个大部分 一个是综合改动物品改动 然后第二大部分是英雄改动 好吧 开始了 对找模式的第二个挑选阶段 从夜眼天灰 夜眼天灰 夜眼天灰 改为夜眼天灰 天灰 夜眼再天灰先选的情况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第一轮BP 不是 如果天灰先选 夜眼是能二连选 对不对 然后二连选的这一方 就有可能拿到一些组合型的combo 你们懂吧 就比如像过去经典的 马尔斯加凤凰 艾丽丝的这种 然后单选的这一方 就只能被迫的去打断他的这种combo 或者他无法打断 只能让看着对方拿一些这种combo性的组合 然后自己可能还会被打断 现在就改成了第二轮 如果天灰先拿夜眼二连拿 然后就可以在第二轮的话 天灰有个二连拿 让大家在BP的时候更加合理 这个挺好的 然后多个致命一击的出发效果 现在会从这墙来开始直到最弱的 就是他是比如说就像PA 剑胜出大炮这种感觉 然后多个暴击同时出现的时候 优先算暴击伤害值最高的暴击 然后按百分比减少冷却时间的效果不再叠加 这个很重要 这是这个版本很大的一个改观 就是改动 像过去有很多天赋里面有减百分比减CD的 然后装备有比如像玲珑心 对吧 然后中立装备有像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那个 就是中立装备的那俩减CD的 然后三个天赋的装备的中立装备的三个减CD的能共同作用 使得一个英雄的 甚至有一些技能还有减CD 对啊 使得一些英雄的这个技能的CD特别特别的短 然后现在就是把这个改了 使得过去很多百分比减CD的天赋没有了 或者说变成了固定减CD了 就比如说固定减大招什么20秒或者30秒的CD 然后再和这个百分比冷却减少是可以叠加的 但是百分比和百分比不能再叠加了 这个很重要啊 基础生命为零的 恢复为零的所有英雄基础是提升0.25 这个都不重要 然后胜水服的治疗效果从80点减少到40点 直接砍了一刀砍了一半了 然后肉山第二次不再钓了奶酪了 应该就是只掉了钝跟魔晶了 在第三次才开始掉奶酪 然后中立物生物现在每期掉了五件物品 合理 你像过去第一轮就掉四个 总有一个人拿不到 他这个人就很尴尬的 凭什么受伤的就是我 现在大家人都有啊 非常合理啊 好 然后看物品改动啊 生命值加成从300点减少到250点 然后永恒之盘每触发一次 那个时间会增加20秒 就那个内置CD会增加20秒 最高能达到165秒 冷却时间是105 125 145 165 这个严重的削弱了一下盘子 真的是严重的削弱了一下 呃 导致因为因为这个版本 导致很多大哥上不了场的一个原因 或者说上场率低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盘子 你比如举个例子虚空假面 你像虚空 最讨厌啥 一个大照了双酱油 对吧 加一个大哥 或者加一个中单 结果呢 先敲第一个酱油 发现第一个酱油盘子 第二个酱油盘子 只能被迫地敲中单 中单又敲死 然后大照结束了 谁都没杀掉 这这个就 这个就剧你妈尴尬 真的这个 这个就特别难受 所以说现在出了这个 把这个影哄之盘削弱了之后 导致 呃 只要那些酱油 不停地触发几次 就应该你在小哥们团战中 你也会触发这个盘子嘛 然后你打到游戏后期了 165秒的CD 就会让那些吃大招的大哥 不再惧怕酱油出盘子了 反正你 我打你的时候 你大概率上那个盘子 都在CD的 就是使得很多吃大招的英雄 又能上场了 不然的话 真的就是什么虚空的大 照过去 或者猛马一脚大 踩了踩了双战鱼 双战鱼一个死不了 这个就很尴尬了 对不对 好 然后深渊之刃 那个稍微增强了一下 剩下的东西 都是稍微增强了一下 你看这个奥秘闪光 他这个CD增强了 但是他就说是 由于那个技能CD 百分比不能叠加嘛 所以说他跟其实很多东西 都是冲突的啊 然后 这个 这个咱们到时候有待测试 好吧 这个测试到底 我身上挂了一个 我比如说身上挂了零星 用这个奥秘闪光 跳下去的时候 这个CD是怎么叠加的 这个咱们到时候再看 然后奥秘法鞋 回栏增多了 瓶子又削了 等于现在那个中端 不是出瓶子的 那个情况非常的多嘛 人人都要出瓶子 又有胜水服 又有潜服 又有功能服 然后 大家还有 还有剑容 还要给过来灌瓶 对不对 然后使得中端打得非常无脑 就是互相推线 然后 克平推线 克平打得很无脑 是得削 削了以后 就能使得中端 有一些对抗性 不然现在中端的对抗性 太弱了 战鼓 然后智力加成 从6点增加到了7点 然后战鼓在上个版本 好像已经完全没有人出了 这真的是我感觉 存在 但是完全没有人出的一个道具 就是那些依赖战鼓 我的英雄都不出战鼓 就很蠢 我觉得这个加强还不够 还是得加 就是 这个道具还是很蠢 然后芒果便宜了5块钱 大部分的回栏都降低了 就很多持续回栏 和持续回血的道具 天赋都没了 或者都削弱了 零战刃增强了一下 然后副灵索增强了一下 统一头盔 就是大支配 现在是需要一个小支配头盔 跟那个祭品 跟一个祭品和1000块钱 能够合出这个大支配 但是有一说一 这玩意儿现在谁能出啊 就是我在上个版本 几乎看不到谁出大支配头盔 这个道具 真的我基本上看不到 就是看路人或者看比赛 这玩意儿都没人出 然后现在是变成了 小支配加祭品 这么一个组合 属性的话 关于他太贵了 你知道吧 6050块钱 出了一个大支配 在后期是为了腾格子 也就是说一个英雄 又要出支配 又要出祭品 又要出支配 又要出祭品 看起来像是狼人兽王的那种感觉 但是自从没了死灵书 狼人跟兽王的这个出场率 是直线下降 兽王还好 狼人直接就没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道具还是得有待观察 然后没有了死灵书的这种支配头盔 感觉真的就是 而且是光环前的支配头盔 因为现在带祭品光环 有待观察 然后飓风长矶的 持续时间从5到6 最大的攻击次数增加了一次 这个就稍微小加强 凡是克星 这个东西现在属性还真不错 你看 他把配方重做了 变成空名杖 加磨抗斗篷 加400块钱图纸 过去是3255 过去很贵 现在只需要2400很便宜很便宜的 跟个夜叉什么散滑那种感觉一样的 很便宜 而且属性很好 20%的魔抗 20%的魔抗 20攻击力 实质力 15攻速 跟每秒2点的回魔 真的这个属性 我觉得就值这个价格 这个东西可以作为很多 很多英雄的一个过渡的一个装备 就比如像什么女王这种类型的英雄 女王呀 什么 黑鸟啊 对啊 类似的这种 这种法盒 感觉出这个 或者说NEC呀 感觉出这个 都都都挺好用的 阿托斯之棍 然后由于这个 由于这个空 那个副灵所增强 阿托斯也就是直接增强了 就是因为阿托斯增强了 副灵所才增强 应该这么说 然后智力增加了4点 敏捷跟Z量增加了2点 弹道速度增加了 散滑的状态抗性降降低了 降低了表达4 然后这个是真眼啊 真眼的持续时间是降低了 然后捕获时间降低了 白鸟之风 就是大引刀 他重做了 现在是需要那个引刀 加水晶剑 加350块钱的图纸 然后总价是5300 现在提供60点攻击力 这个攻击力真的提升了很多 60攻击力40攻速 这个可以作为很多大哥的 输出桩的一个选择了 且有暴击 这个过去在过去的白鸟之风 基本上在上版本 都是作为一个绝对异的功能 装来出的 对不对 对面有伐木机 有钢杯兽 才会选择这个装备 但是现在这个装备的话 第一他有一个引刀 就是一个提升 就是衍生效果 然后机动性好 对而他提供的输出能力真的不弱 60攻击力40攻速 还有一个30%概率 1.6倍的暴击 这个东西感觉就是更加灵活了 在什么情况下感觉都能出 你要破被动的话也能出 不破被动的话 作为一个比较像小御人 这种英雄 然后打切入什么 比较灵活的 都感觉好用了 然后雾的库存多了一个 风支杖 就是大风杖的 那个价格便宜了300 这个过去确实挺贵的 7125我的天 确实 主要也太贵了 巫师之刃 那个毒素的伤害 从一辈子里减少到了0.75 然后迟一时间是增加了1秒 这个其实挺厉害的 因为他有那个减速 敌人一打就走不动了 然后过去是3秒走不动 现在是4秒走不动 我其实觉得减速 可能比这个毒伤更重要一些 而且你时间提升了 毒伤的伤害也会提升 你算是增强了 然后巫师之刃的技能免疫 永久什么 科技技研效果 这是个修复 就不说了 然后好了 中立物品的改动 暗嫩雄真 铁树之木 魔童之爪 幻术式披风 恶牛角 毁灭灵球 弩炮被移除了 每一个版本都有很多的中立生物被移除 其实我觉得这些装备里面 就这个暗嫩雄真 是我最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道具 应该是在被移除的这些里面 就是前几季的 特别好用 那个小道具 加21速 加200魔法值 特别好用 然后弩炮 这个我觉得是要移除 因为这个东西是影响平衡性的 你知道吗 前面的这些 就是对于不同的英雄来说 是有增强 就是有增强 但弩炮是那种 在某些特定的英雄 你掉了 就可能导致一场比赛的瞬间的 就是那个胜利的倾向 天明就会发生倾斜 什么一个圣堂啊 一个火枪啊 拿到弩炮了 可能直接就宣判 他们要赢了 这种道具是要移除的 这个很过分 好 咱们来看一下新的 中立的道具 有那个 咱们进入游戏看一下 咱们进入游戏 随便选个英雄 看一下效果 好 中立道具 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 臀肝 这就是小猪肝 效果就是说是 加6全数性啊 熟性很好 然后并且让拥有者 注意是拥有者 就是我自己 变成一只猪啊 并且提供20%的移速 现在310的移速 变猪力会变成341的移速 然后跑得很快 是不是 这个挺好玩的 有一个小玩具 加6的全数性 我觉得比那个铁树 枝木效果要好很多 铁树枝木重一棵树 在大多数情况下 在大多数情况下没啥用 但是这个变猪的话 他第一 他CD的话还行 25秒CD 可以用来赶路 或者逃生 对不对 赶战场的时候 变成一只猪 可以赶路 然后并且逃生的时候 加20%的移速 其实真的很好用的 很多时候 在出了鞋的情况下 大家都有鞋 敌人追不上你 这个我觉得 还是比较通用的 一个小装备了 好 然后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 这个杂技玩具 杂技玩具 是这样的 就是说是 加200能画值 向前推进300的距离 拥有者在300能内 受到玩家的伤害 将无法使用杂技玩具 跟跳刀一样 被打断了 被打了一下 三秒钟之内 这个进入就CD了 然后没有被打 他就可以使用了 就把他等着跳下来 我看能跳地形 我 我服了 这个 不是不是 等一会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这个东西 是刷新不了CD 我服了 咱们一会 一会来看 他能不能跳 我点无限技能了 就回去真点了 我看他能不能跳地形 看之后可再看 还有什么 一级的道具 应该就是这两个新道具 二级的新道具 有一个这个 非贼之刃 这个好了好了 来咱们去看这个 哇可以夸题型 但是这个由于跳得比较近 300 它是low版推贴棒 推贴棒是推600 这是推300 但是这个好处 它是可以夸题型 这个有点滑稽 挺好玩的 然后咱们把它扔掉 然后这个是一个 非贼之刃 然后加10攻速 加10攻击力 然后攻攻击敌人 是敌人没损失 10%的神秘 都会受到额外的 7点伤害 我们来看 现在是59 49 这应该是我的攻击力 比较高吧 现在打到71了 我看到71了 67 70 89 75 101 这个效果 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就是敌人没损失 10%的神秘 都会受到额外的 7点伤害 然后所以说 打满了 就是当敌人的血量 特别特别低的时候 这一拳应该打死了 这脸脸黑 其实就是一个 稍微一个补毒 增伤一个道具 在二级物品里面 对一些攻速快的 有那种爆发性攻速的英雄 效果还是不错的 就比如说 实际上像PA 对吧 像剑圣的武力斩 像拍拍熊 类似的这种 是不是 剑圣的武力斩 拍拍熊的 啪啪啪啪啪啪 然后PA的一个 逼过去 啪啪啪啪啪 好乐刀 这种英雄 感觉配一个非贼之刃的话 能够明显的提升 他们的输出 在这个时间段内 但是他这个 适用面有点窄 他不像什么天鹰界 什么这种B甲 这种东西 什么什么金花指环 这种东西 大家都喜欢 人都能带 这种非贼之刃 感觉就是 就是适合那种攻速快 而且是特定英雄 敏和才好用的一些道具 感觉他这个 适用面有点窄 然后第二个 仙灵榴弹 仙灵榴弹 是这么一个效果 加20一速 然后向900范围内的 就是投掷一个 就投掷一个小炸弹 然后造成自身攻击力的伤害 就是你自身攻击力有多少 他就会造成一个伤害 并且造成一个负面效果 每秒造成20点的伤害 你可以以为他们中毒了 并且获得该单位的视野 持续7秒 然后这个 这个敌人 你会获得他的视野 他们躲着树 这怎么进不去 他拿个补刀符 什么的 我看 把这个树砍了 不得服呢 在这儿 现在能进学了吗 还进学了 把这个树砍了 好 这会儿能进 好 现在是丢失视野 对啊 然后咱们来投一个栽弹 然后这个时候 他父王 就是无论怎么跑 都能够都能够看到他 对啊 都能够看到他 好 这时候视野消失了 就是他是一个能够提供额外视野来源的一个道具 每秒造成20点伤害 持续7秒 这个道具加20一速 并且有一个小伤害 持续提供视野 就跟类似于削肉板的赏金的追踪术那种感觉一样 对吧 然后在敌人在对线 或者说抓人的时候 敌人绕树林是能看见的 咱们可以做个测试 选择地方英雄 我做个测试 我看能不能反引 如果能反引的话 就有用了 就可以针对特定的英雄来用 比如咱们做一个赏金出来 好 这时候赏金学一个暗影部 学了 然后现在咱们先丢炸弹 赏金引申 这是看不见的 就是这是看不见 他只能显示 感觉就是只能显示位置 但是 只能显示位置 但是 但是 那个 无法选中目标 应该是这种感觉 就是类似的那种 追踪术的那种感觉吧 但他不能反引 我再测试一下 应该是不能反引的 好 现在我就选中不了这个 而且A不到 那就是不能反引 那不能反引的话 感觉他的 试用面就没有那么广 对不对 他只能阻止 正常的英雄去 绕树林 只能阻止 正常英雄绕树林 然后 或者说是 高低低坡的时候 不会被卡视野 感觉这个道具 在二级道具里面 较为一般 感觉像是一个 一级道具的样子 真的感觉这个道具 像是一个 一级道具的样子 不厉害 就这样吧 三级道具 炸雷服 炸服雷 这个 加八护甲 一触即发 然后就是 对300范围内的敌人 就是 敌人攻击你 就会爆炸 然后呢 对所有的敌人 遭上300点伤害 并施加100%的致盲效果 持续2.5秒 然后在后续的过程中 他们都miss了 就致盲了 这个道具 感觉还 还不错 首先加八护甲 在这个版本 所有加护甲的天赋 应该都没了 我感觉是这样子 然后 或者大部分的 加护甲的天赋都没了 他能加八甲 就是一个很肉的道具了 且 敌人A你的时候 在 2.5秒钟之内 都会致盲 这个是对抗 敏盒和切入盒的 一个神器 尤其是保护酱油 太厉害了 这个道具 这个道具就很厉害 你像 比如说对面有个PA 我是一个冰龙 举个例子 你们懂这种感觉 或者说我是个神域者 PA开着命无形 我看不见他 然后他从超远的距离 piu一个标 然后砰进来 一砍完一刀 就致盲 2.5秒 在这2.5秒钟内 我能做太多太多事情了 微光自己 推 推什么冰箱 冰自己 大招给队友 或者给自己 或者给什么PA 一个乱七八糟 小技能 他2.5秒足够 你反应做任何事情 切对方百分之百 miss 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很厉害 很厉害的道具 降用宝命 克制对方大哥输出 太好用了 这个东西太好用了 我很喜欢 好吧 我很喜欢 然后咱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 好像这个到这里面 就三一道具 就是一个炸雷斧 就是一个了 好 然后看四一道具 简朴短帽 简朴短帽 然后是这么一个效果 加300生命值 加10生命恢复 然后持有者 被施加来自玩家的控制 负面效果 就会增加50%的状态抗性 持有三秒 这个道具 也非常的厉害 真的是好道具 首先 就说了 这个版本 没有什么肉和天赋了 它加300的血 跟10的恢复 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其次 只要你吃到来自 负面的效果 比如说变氧 眩晕 对吧 这是效果 然后你就会 获得50%的状态抗性 如果你身上 在有比如说一些大哥 这个其实大哥带会比较好 然后如果你身上 在有一些散滑 或者说是这种 天堂知己 这种对剑 这种道具的话 你的状态抗性 就会变得特别特别高 咱们看 比如说给这个赏金 咱们给他买个羊刀 买个羊刀 我看到 我看到这个羊 能羊多少秒 你看他本来是羊 3.5秒 感觉就过了 1.25秒左右的样子 真的就感觉 过了1.25秒左右的样子 然后 大概1.75的样子 就直接醒了 反正就很快 因为这个加 这个加25%的状态抗性 等会 这个是不是得刷新一下 只能被养一次 咱们一会再来看一下 他这两个状态抗性 应该是能叠加的 这个25% 这个是额外 在3秒内 获得50% 这么一来的话 应该 你看很快 很快就行了 这样的话 会影响对方的 控制面的衔接 让对方 被迫的在3秒钟 要交很多 很多的控制技能 才能够把你连续的晕倒 我觉得这个道具也很内好 真的是一个 宝病的神器 配合对剑这种道具 效果会非常的好 然后第二个 这叫什么 行屋之祸 然后净化300范围内 所有的友军跟敌人 并对区域内 所有的幻象 造成500点的伤害 然后 还有一个被动 征服 攻击时 额外造成 4%目标 最大魔法值的伤害 这个首先 它能够 咱们来创造一个 创造一个敌方英雄 选择敌方英雄 换隐藏猫手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效果 要造 OK 换隐藏猫手 然后咱们把 敌人升职满截 然后咱们给换隐藏猫手 再买一个什么 分身之类的道具 然后这个时候呢 换隐藏猫手 先分身 然后给个 这个换相 然后过来 然后这个 一会儿 我按了 我按了他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行 他 还得在左键点一下 是吧 好吧 我再 我再 我再来试一下吧 然后 那我也升职满机 啊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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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不是300范围内吗 他怎么 不能一下进化完呢 这这这什么意思 啊不是能 不是能进化幻象吗 哦 造成500点伤害 不是 这也没掉血呀 不是 这是这是 这是 这是那个测 试玩模式的bug吧 这应该是试玩模式的bug 对不对 你看 没有额外的 驱散幻象的效果 这应该 这应该是个bug 那就不说了 反正咱们来看这个效果 首先就是 进化友军跟敌人 这个是分别来进化的 进化自己 只会驱散掉debuff 进化敌人 只会驱散掉增益buff 这得你们放心 然后呢 并且对幻象造成 外面伤害 而且攻击的时候 能造成4%最大模式的伤害 感觉这个 这个道具 也只是 就是适应面 可能较窄 他可能只是打特定敌人的时候会比较厉害 然后适应面不太宽 我觉得这个不厉害 这个道具效果比较一般 就是不算是4G里面特别 特别好用的那种道具 可能就是出来了 很多时候都没人愿意带的那种 第一感官是这样的 咱们再来看 最后还有什么新道具 这有一个这个秘术师铠甲 秘术师铠甲还有什么 没了吧 秘术师铠甲 这为什么是英文的 这应该是什么 加了5点的护甲 我知道这个是干啥的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还是首先增加5点的护甲 加20的魔抗 他又是一个类似那个 呃强袭的那种感觉 就是像所有的有方的队友 再加5点的护甲 加20的魔抗 等于说他给自己 你看现在现在往下丢掉了 是加16的甲 捡起来是加10的甲 是给自己加10的甲 40的魔抗 给队友加5点甲 20的魔抗 是一个超级大的光环 并且主动使用之后呢 会在那个900范围内 获得一个巨盾的效果 就是范围认甲 所有的敌人打他的时候 你看这个猴子在掉血 猴子在掉血 所有所有敌人在打他的时候 在5秒钟之内 都会持续的受到 一个反馈的伤害 有35%的反弹伤害 简单来说就是 强袭就是护甲光环 魔抗光环 认甲光环 三光环的一个秘术师铠甲 而且加到属性很高很高 这个道具很厉害 这个感觉就是 算是五级物品里面 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团队装了 好 基本上 移除的和新家的物品 就是这些了 是吧 就是这些了 来怎么来看一下这个 呃 是上下的说明改动啊 然后这些改动 就是就是这样子 然后咱来看这个碎裂背心 这小削弱 这个削的很多 过去是7%的回血 现在变成了7点回血 这个削弱很多 因为这个道具 我特别喜欢 打个什么露娜 打个什么斯温之类的 拿上了 能打到后期 都都可以带 现在就是回血 在前期打野的时候 还能还能看 打到后面就就没啥用了 呃 再往后看 反正就是这些道具 其实都是一些小学生 闪铃啊 闪铃学的很很惨 就是 因为闪铃上个版本太猛了 就是冷却时间 从4秒增加到了5秒7 现在持有者如果受到了伤害 在3秒钟之内使用 只会原地闪烁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由于闪烁的时候 是有 还有一个对自己自身 施加驱散的效果吗 现在是 如果你在3秒钟之内 受到攻击的 就像跳刀呀 那种感觉 然后你使用 他只会驱散 不会进行闪烁了 这个我觉得闪铃就 合理了 过去的上个版本 闪铃真的是太厉害了 然后网冲腿是大穴 网冲腿的话 现在不再是鞋类物品 移动速度从65减少到25了 然后 你像在上个版本 有了网冲腿 你可以出6个神装 就6个格子不出鞋 然后全都是装备 然后中立装备 带个网冲腿 就很厉害 现在的话 是65减少到25了 就是说 他可以和鞋类的 移动速度叠加了 然后比如说 你鞋增加个50 然后这个25加起来 就是75 然后可以快为地形 但是如果这么一来的话 感觉网冲腿 他三级物品 行行行 那合理了 天崩的施法距离 从1600上1200 大概的物品的一个改动 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有一些 中立装备 我感觉还是较弱的 有一些中立装备很强 就像这个仙灵榴弹 跟这个行物之后 这个可能是刚才测试的有bug 但是如果实战的话 可能会造 那个效果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我感觉 他还是偏弱的一个道具 剩下的道具都蛮强的 好吧 都蛮强的 行了 有一些更新 跟装备的改动 就是这些 然后咱们分个屁 在皮尔来看一下 这个音声的改动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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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